發電機一根根助力隨風轉動 余溫內發電機的倒影 趁著夕陽雲朵變化 美不生收 來 再後退一 好 退一 手機相機架好 角度pose擺出來 不管艷陽高照 陰天為雨 大家都拍得很開心 網路上面看到 對 看到有人分享 就是IG有在拍美照 這座小型路上風力發電站 2018年設置 400多座的三葉造型發電機 有人說它像大型打蛋器 也有人認為像科幻場景 類似的發電機 國內少見也成為熱門景點 廣東的風力發電區過去 因為科技感十足的造型 被稱為是外星人的秘密基地 但如今有部分的風力發電機 慘遭斷頭 被拆下來的機組 就像這樣隨意的丟置在地 宛如廢墟 外星人的秘密基地拆了 網美不來了 只剩下工作人員工程車 和幾隻野狗進進出出 從拆下來的機身上面 可以看到因為海風的關係 它的承接處跟表面 都嚴重的嗅蝕 因此就算執照通過 可能也沒有辦法繼續使用 秘境變廢墟 就是因為地幕不符 沒辦法從漁業生產區 變更成發電用地 使用執照下不來 發電機無法運作 兩年了壞的壞 生鏽的生鏽 業者只能先將它拆除 也讓民眾以為打卡景點沒了 網友來看都沒有拆 可是這次第一次來 看到就是好像都拆掉了 業者要審查通過之後 才會再進行新的工具的架 業者在等使用執照過關 但還沒有確切時程 短時間內 這個外星人的秘密基地會消失 暫時以廢墟的樣貌呈現 接著陳盛瑋 許日文章景 陳專畫 採訪報導